婚姻之中在男人身上没有找到这些感觉便是一种辜负 爱情这个东西从来没有公平可言 在爱情中间总有人默默地爱着另外一方 而另外一方却无穷无尽地消失在对方的爱 就好像在某一段婚姻中 有一些女人为了爱情嫁给一个男人 或者从刚开始的爱情出现的时候 就各种讨好各种依附男人 想用婚姻囚禁那个男人 总觉得和那个男人结婚之后 那个男人一定会对自己好 但是当婚姻开始的时候 慢慢地从一些细节中才觉察到一些不该有的感觉 会对你说狠话不会哄你 每个人都有情绪失控的时候 在情绪失控的时候会说出很多狠话 做出很多不好的事情 但是当一个男人真正在乎你的时候 这个男人哪怕情绪失控 这个男人也会最起码的底线 不会对你说一些狠话 而有一些男人 当你一旦让他不舒服 让他不开心的时候 这些男人抛出来的都是一些让你特别伤心的话 其实对于这些男人来说 最无情的表现就是你的感情 你的心情情绪 对于这个男人来说无所谓 这个男人只想通过在你身上撒起 对你说狠话 来释放自己内心的压抑和反感 所以说对于女人来说 男人没有付出真心 感受到的是男人对自己说出的各种狠话 这种挑刺不会容忍你 在婚姻这一个漫长岁月当中 容忍是对对方最大的一种爱 因为最刚开始恋爱的时候 展示在对方面前的是一种美好 是一种单纯 展示的是开心的那一面 但是当两个人真正在一起结合的时候 感受的就是彼此的一些缺点 各种细节上的不足 慢慢体现出来 在这个时候 如果说那个男人没有足够爱你的时候 他一定会挑刺 一定会对你身上的那些缺点表示不满 婚姻之中最大的一种爱情存在 就是那个男人足够容忍你 当他做不到这一点的时候 拿什么来谈爱情呢 当一个女人 如果你没有从男人身上找到这种感觉 你肯定从来没有觉得 男人会在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上宽容你 忍让你的时候 那么一定就是这个男人对你不够爱 没有和其他女人断了联系 和女人玩爱美 也是大多数男人共有的一个特性 大多数男人因为自己身体的欲望 又或者是因为在某一个情感上 想满足自己和女人暧昧 就去和女人各种撩骚 甚至结婚之后 某一些男人还保持着和女人的那种暧昧关系 这是个比较显而易见 一个男人在婚姻之后 还会和其他女人一直联系 就是有一些不好的想法 男人真正对你动心 真正把心思全部放在你这里的时候 他完全没有心思去管其他的女人 他会洁身自好 他会让妻子明白自己从一而终 但是相反的男人根本没有忠诚可言 更没有动过真情 对于女人来说 如果你在男人身上没有体会到三个点的时候 那么显而易见 就是男人不够爱你 爱情这个东西 对于大多数女人来说 都是希望满分的 即便没有满分的情况下 也不希望那个男人敷衍自己的爱情和付出 这个东西 我不信息 关键 你 你 感谢观看